美墨战争是1846年至1848年间 发生在美利坚和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一场冲突 这场战争的起因多种多样 包括领土争端 经济和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文化差异 战争导致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大部分领土 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 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 内华达州 犹他州以及科罗拉多州 怀俄明州 堪萨斯州和俄克拉赫马州的部分地区 美墨战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当时墨西哥从西班牙手中获得独立 墨西哥继承了大片领土 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 内华达 犹他以及亚利桑那 科罗拉多祸新墨西哥的部分地区 然而 墨西哥政府难以维持对这片广袤领土的控制 并面临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挑战 1830年代 美国定居者开始迁入墨西哥领土 尤其是德克萨斯州 这些定居者被肥沃的农田和经济增长的机会所吸引 但他们在奴隶制和土地所有权等问题上 与墨西哥政府发生冲突 1836年 定居者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 建立德克萨斯共和国 此举遭到墨西哥的强烈反对 墨西哥继续宣称德克萨斯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在随后的几年中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 1845年 美国吞并了德克萨斯州 进一步激起了墨西哥人的不满 美国在其他墨西哥领土上也有设计 包括加利福尼亚核心墨西哥 1846年 詹姆斯K布尔克总统派兵前往格兰德河和努埃西斯河之间的争议地区 声称那里是德克萨斯州的一部分 墨西哥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并拒绝承认德克萨斯的吞并 作为对美国军队在有争议领土的存在的回应 墨西哥军队袭击并杀死了一小部分美国士兵 这一事件被称为桑顿事件 被用作美国向墨西哥宣战的借口 1846年5月13日 美墨战争正式打响 战争主要在墨西哥领土上进行 美国享有显著的军事优势 与墨西哥军队相比 美国军队装备更好 训练有素 经验更丰富 这场战争发生了几场著名的战役 包括蒙特雷战役 布埃纳维斯塔战役和查普尔特佩克战役 尽管早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墨西哥军队无法抵挡美国的猛攻 美国于1847年9月占领墨西哥城 有效地结束了战争 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于1848年2月2日签署 其中墨西哥将其大部分领土割让给美国 作为交换 美国同意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 并对其公民向墨西哥政府提出的任何索赔承担责任 美墨战争对墨西哥和美国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 对墨西哥来说 领土的丧失是毁灭性的打击 战争导致随后几年的政治不稳定和经济衰退 对于美国来说 这场战争标志着其历史的转折点 因为它巩固了该国作为大陆强国的地位 并助长了扩张主义的野心 这场战争还导致南北双方在奴隶之问题上日益紧张 最终导致美国内战 总之 美墨战争是墨西哥和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冲突起因于复杂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因素网络 其后果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场战争仍然是争论不休的话题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这是美国向西扩张的必要不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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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